好 是的主播 我們現在關心到的是 巴黎奧運 網球女雙的最新賽報 我們現在場狂的外面 其實剛剛稍到之前在場狂 是非常的激烈 可以看到我國女將 謝鼠輝跟曹家儀 在八強賽遇到了捷克組合 這樣本賽真的是 殺得天昏地 你來我往就是我報題一樣 真的是非常精彩 可以看到第一局的時候 第一盤的時候 其實曹家儀跟謝鼠輝 掌握了比較多的優勢 而且頻頻的強攻 讓對手難以招架 我們第一局第一盤是持續的 哇 神聖追起拿下了第一盤 不過來到第二盤的時候 遭到捷克組合的強勢反擊 所以雙方前兩盤 贊成了1比1 來到了關鍵第三盤 真像是氣格 氣格 你追 我追 你追 我追 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說我們中華隊 占據了優勢 但是在捷克組合 頻頻的在正盤拍 拿下了優勢之後 來到了超級搶持的階段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因為最後曹家儀 沒有辦法守住對方的攻勢 所以最後是12比14 丟掉了第三盤 所以最後結果是1比2 落敗下來也確定 我們的女雙組合 是止步在8強了 不過這場比賽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驚險 可以看到其實一開始 謝淑儀跟曹家儀 是因為掌控了比較多的主動權 在第一盤的時候 是拿下了優勢 不過很可惜最後 第二盤跟第三盤 是沒有辦法搶下勝來 所以包含稍早 在前幾天落敗的三家姐妹 這一次我們的女雙在網球賽事 是已經全部都遭到淘汰了 不過其實回顧這場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後搶持階段 真的是 這第三盤真的是打得驚心動魄 等於是快要多打了一盤的時間 不過很可惜 最後沒有辦法讓對手 沒有辦法打敗對手 讓對手掌握了4個橘末點的時候 最後直接拿下了這一盤 不過沒有關係 雖然說現在網球賽事沒有辦法進行 但是稍早之前中華隊傳出好消息 在射箭女子部分 我國豪手雷切琴 射落世界第一的美國隊 所以現在已經確定晉級到了16強 而且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林洋沛也正在搶4強門票 我們的團團團隊 會持續的為您鎖定最新賽況